- 本來早報現場盤前解釋 來關注一下 馬上明天進入到了九月份 九月份的行情 怎麼來做觀察呢 在台北股市跟美國股市當中 怎麼來掌握 尤其接下來距離美國總統大選 最後倒數兩個月的時間 行情怎麼來看 節目上先請到專家 請到閃電溫韋傑 韋傑早安 師範早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早安 先來關注到很快 今天八月最後一個交易日了 馬上八月今天收完月線之後 明天九月正式開始 九月的行情怎麼來定調呢 包括台北股市 包括在美股當中 因為接下來距離美國大選倒數 最後關鍵兩個月的時間 接下來的行情在九月份 怎麼來做觀察 好 其實在這個股市行情當中 美國股市其實對於台北股市 有一些些相關性的影響 主要是在科技類股 那麼另外呢 在這個美股的 最主要的影響的基調上面 我們還是把它看成是選情跟疫情 那剛剛我們在新聞面的重點 當中其實已經有看到就是說 川普跟拜登的民調 已經拉鋸到 不剩不到五個百分點 不要忘記 在上一次川普跟希拉蕾的選舉當中 到最後選前的兩個月 當他的民調 其實都差不到五個百分點的時候 往往很有可能到最後都會被川普逆襲成功 這個是大家要特別留意的地方 尤其是最近川普的整個論述的基調呢 他是偏向於在科技產業或者是在製造業的部分 是狂打中國牌 就是說反中國牌 另外一個他反而是為了要他過去 讓他支持他的這些農業州的農民們 可以再一次的把票投給他 也跟中美之間的貿易談判的協議 尤其是在農產品當中的一個談判結果 承諾一定要把所有的農產品的協議 能夠完全的打標 所以這個其實給相關的農民朋友們 一些比較大的一個信心的支持 希望他們能夠在這一次的投票上面 也能夠把票投給川普 所以造成了這一次川普跟拜登的 這個選情急劇的拉近 從這個七月份以來 其實你可以很明確的看得到 那所以其實在這個選情的部分 已經開始出現了比較緊張的一個發展 過去其實在華爾街當中 他們一般來說 在拜登大幅度領先的時候 基本上是認為說 這一次川普應該是會翻船的 就是拜登會上 但是其實到了最近 我們一觀察發現 其實華爾街已經開始很緊張 因為很有可能在最後的結果 是很難出現 原先他們所預期的人選 也就是說拜登可能在勝選的機會上面 是下降 所以很多的華爾街操作的交易員都在進行準備當中 那所以再加上這個FED的這個超級寬鬆性的一個談話 另外在疫情好像也在年底之前 陸陸續續都會開始出現油解的一個發展 讓整個美國的這個樂觀的情緒 是來到了比較高峰的一個狀態 所以其實在美國股市的部分進入到九月 我個人認為在這麼極度樂觀的情緒當中 大家要非常小心的是 震盪的幅度可能會加大 因為不管是在選情 或者是在疫情上面有所動盪 基本上會影響到的是 全球金融資產價格的一個變化 好的確 所以現在不能小看川普 川普現在極起直追 最後倒數兩個月 不過我們來關注一下美股 美股的確現在還是持續維持在 晶晶漲的這個步調 來看到在週末 週末的美股表現 我直接帶大家來掌握 好 其實在道成工業指數的部分 我們看到它的量是慢慢有增加上來 雖然是較前一個交易日稍微小一點點 不過從月均量的一個角度來說 是慢慢的有開始微幅增加 也就是說在這個量縮回檔修正之後 在往上漲的這個趨勢裡面 它的量是有緩步增加的 那所以呢在緩步增加的過程當中 就要繼續往上增加 才有辦法越過前一波的高點 那我們把時間稍微拉長一點 我們來看的高點是哪裡 就是在一月底太多了 就是一月份的這個高點 就是這邊 一月三十號的這個高點 那同時也是一個空方攻擊缺口的位置 那什麼時候來進行封閉 代表道瓊工業指數 這個墜落後的一個市場 也進行了指數上面的任務達標 當然任務達標不是說它就不會再漲 就是說最大市場上最大的這個懸念 就已經被消滅掉 就被消滅掉 所以其實這個位置 是我們在道瓊工業指數當中 一定要去觀察的地方 不要說看到 不要說看到這個好像一直漲 這個就忘記了沒有 就是要先把這個封閉掉 你才有再創歷史新高的機會 好另外我們再來看到 在整個NASSE指數呢 大家特別留意把這邊線放大一點點 其實在前一個交易率創高之後呢 就再也沒創高 反而在最近的盤中是有一點點震盪 那別忘記前兩天 這一根盤中的震盪是建立在FED主席包威爾 在全球央行年會上面極度寬鬆的一個談話 極度寬鬆的一個談話 所以呢造成說 好像來到這邊 NASSE指數原先是零漲的 出現了利多不漲的一個現象 反而都是標譜啊 這個道瓊工業指數在上漲 科技股反而不動了 反而不動 這個是大家要特別留意的地方 就是說科技股從零漲的地位 開始出現休息的發展 那短線上面是不是要稍微留意一下 相關科技類股可能會有一些 偏回檔修正的一個態勢 另外我們看到在費城包威爾指數 菲曼指數呢 在前一天的長黑之後呢 再一次的創高 不過這個創高呢 也沒有很果決啊 沒有很果決 我們說它已經開始出現落後的一個現象 也就是說 它本來都是零漲 零漲NASSE指數 零漲標譜 零漲道瓊 可是呢它現在開始變成落後 既然跟稻窮工業指數是同步反應 所以在整個半導體產業當中 可以看得出來對華為相關的事件 短線上面還是會有一些信心上面的影響 那什麼時候能夠把華為這件事情給打消 或者是說什麼時候會有一個結果 可能真的要等到十一月份 美國總統大選之後才會有一個結果 也就是說我們之前講過華為在這邊 美國想要去進行第二波的一個制裁 第二波的制裁是針對於他們的所有的進口設備 都要進行管制 而且不讓這些設備廠商出貨給華為 去製造相關的晶片 所以這第二波什麼時候 就等川普 川普之後才有辦法去確定 另外這個原先的這第一波的寬限期一百二十天 我們之前講過這個半導體協會 不管是美國還是國際的 都去請求看能不能在延長 那我們說在延長的部分 可能在選前是不太可能 所以就目前看起來半導體的產業 還是跟華為息息相關在短線上面 長線的部分可能沒有什麼太大的疑慮 但是短線的華為會不會因為這一次 川普的禁令全部被撲滅 就是說手機的這個區塊全部被打死 那這個對於半導體產業就會 變成是一個比較大的影響 後續我們再做觀察 另外在結構的部分 你看它的大型的全資股 雖然它是綠色 可是它的綠色比較深 比較深就代表它漲不太動 包含像是亞馬遜 臉書跟蘋果 這三檔全資比較大的公司 其實都沒什麼漲 另外Google的上漲也稍微比較偏弱勢 那唯一比較強的是在半導體的這些龍頭股 包含像NVIDIA跟Intel 其實漲勢都相對比較強 高通也算是還不錯 那最近呢 剛剛被納入道琼新成分的這個Selforce CRM Selforce在連漲了四天之後呢 也開始出現比較偏弱勢的一個發展 所以其實在整個科技類股上面 似乎已經開始出現了漲跌不同調 甚至呢 比較強勢的全資股開始轉弱的發展 那另外其他的在傳統產業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比較偏向的是這個 傳產工業股的部分反彈的力道 是過去比較強勁一點點 好 所以其實在上個禮拜當中 我們還看到的是密西根州立大學 他們發布的美國的消費者信心指數 那這個我們之前跟大家講過的 消費者信心指數是美國的這個諮商局 經濟諮商局發布的指數 這個是美國的密西根大學 他所發布的一個指數 是不太一樣的地方 好 那還是一樣 我們先看一下 綠色的是代表現在消費者 對於現狀的一個感覺 藍色呢 就是指數的一個展現 紅色呢 是對於未來預期 那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在八月份公佈出來的 對於現狀的掌握呢 現在目前呢 大家覺得是持平 現狀 美國的消費者 對於他們現狀 現在的生活情況來說呢 消費的信息呢 持平 也就是說不好不壞 不好不壞 那我們來看一下 在短線上面 他是在整體的指數表現上面 是有一點點 往上反彈的一個發展 可是呢 反彈的幅度沒有上個月那麼的強 另外呢 在這個未來的 預期上面 雖然也是有一點點反彈 可是呢 好像反彈的力道 也沒有持續的往上增加 那其實在整個消費者信心當中呢 我們又可以把它分成三個階層 也就是說底層的中階 中產階級跟上層的這個有錢人的一個區塊 綠色的就是代表有錢人 中間土黃色的就是代表中產階級 那下面的這個深紅色的部分就是底層的民眾 就是上層的百分之三 中層的百分之三 跟底層的百分之三民眾 對於未來的一個期待 我們可以先看到有錢人的這一塊 就是青綠色這一條曲線 他很明顯的在未來的部分 是呈現比較沒有信心的一個狀態 可是呢 你會發現喔 不管是中產階級 還是在低層的這個 美國的消費者民眾當中 其實他們的消費者信心都還是往上揚 都還是往上揚 也就是說 美國所有的消費者裡面 我們去把它區分 你會看到有錢人對於未來 是感到非常的憂慮的 是感到非常的憂慮 那這個有什麼意義呢 你會發現到 在這一波從2012年以來的 這個消費者信心的指數調查當中 對有錢人來說 當有錢人的信心指數來到最高點 開始急轉向下的時候 過三到六個月之後 就會蘊含股票市場的拉回 過三到六個月之後 就會股票市場的拉回 各位看一下 這個是什麼時候 是2015年 各位知道2015年之後 其實也出現了一波 比較大幅度的股市的拉回 另外2018年的一月份 當有錢人的信心對於未來 是沒什麼太大的展望的時候 其實也醞釀了什麼 接下來就打了中美貿易大戰 包含像是在19年 也開始出現高點 然後今年的年初也見到了高點 其實都蘊含著一波 股市的回檔修正 其實如果你去對照有錢人他們的看法 常常都會是領先市場上 金融價格的資產反應 大概一季到兩季的一個時間 所以就目前看起來 有錢人對未來是持續沒信心 是不是代表說在這邊 就算股市來到高檔 他們還是會選擇落貸為安 為了要準備面對未來的挑戰跟不確定性 他們要把手上的資金持續的集中 但是反而是在底層的民眾 跟中階的民眾 對未來是持續樂觀 這個其實就是有錢人 跟我們想像的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這個還是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因為就目前看起來 美國的有錢人 似乎在這邊 對於明天未來的美國 感到比較憂心 好 這是在從經濟層面當中來關注 不過我們看到今天新聞交點面當中 向南索林在美股 現在FED寬鬆定調 在美股部分 美股九月份即將進入到了 接下來九月走是怎麼來做觀察 到底是看上還是看一下 接下來在每選前這幾個月 通常以過去歷史來看 怎麼來做解讀 韋傑怎麼看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圖 那基本上九月份 看漲不看跌這件事情 我個人持保留態度 保留態度 那當然他們會去做一個統計 就是說總統大選年的美股表現 基本上在過去 基本上都是以上漲的居多 上漲的居多 尤其是在選前 基本上好像都不會跌 都不太會跌 那在選後好像上漲的機會也蠻大 選前大概是在七八月份 不好意思 已經過了 已經過了 那九月份到 九月份到十月份 基本上好像就是平淡無期 就平淡無期 那也就是說 按照過去的經驗歷史統計來看 總統大選年之前 七八月份是最有行情 到了九月份 十月份 越接近大選不確定性因素 越高的同時 尤其像現在我們剛一開始跟大家講 川普跟拜登的選情其實非常的接近 越來越不確定性 反而在這邊大家比較不太容易 大膽進場去做壓住 因為誰中我就倒楣 那你說要壓兩邊好像會對衝沒有什麼收益 那我幹嘛去花那個手續費 所以好像大家都只是 就是過去布局好的 我手上就持有 持有之後 我看十一月份的結果出來 我再去進行一個重新的調整跟配置 那這個是從這一張選舉圖當中 大家可以留意的地方 反而是在選後的一個月 不管是有沒有交政黨交替或輪替 好像這個漲的機會都是比較高 而且幅度相對都稍微大一點點 這個是大家可以留意 反而是在選後 我們可以再留意一下 美國股市是不是有這樣的機會 好那另外我們再來看一下 在上個禮拜的FED釋出了 超級寬鬆的一個講法之後 其實它影響到的 他說對於通貨膨脹的容許率 容許的程度是會持續往上增加 其實就代表我可以容忍通貨膨脹 超過兩個百分點 什麼時候一段期間 這個期間是由我來定FED來定 那這樣子一個講法 其實讓所有的整個美國的收益率曲線 就是美國公在殖利率曲線 開始出現變陡 那我們就看一下在藍色這條線跟紅色 紅色這條線是一個月以前 那深藍色這一條是現在 你會看到紅色這一條 它會稍微比較平緩 可是相較於深藍色 就現在的殖利率曲線 是相對比較陡的 比較往上 這個陡 陡峭的往上漲 那往上漲其實代表未來對於通膨的預期 它的狀況呢 升溫的速度是會越來越快 也就是說你看到 長天期在往上漲的過程當中 速度越快代表 未來你看到美國通貨膨脹上來的速度會很快 上來的速度會很快 這也是為什麼現在FED不會去進場加碼寬鬆的原因 因為它預期的通貨膨脹要來 那至於什麼時候要再刺激 我就先看看這一波會到什麼時候 我們再來做決定 而通貨膨脹一旦帶動整個利率往上攀升 包含十年期三十年期的利率在最近都往上彈升 這個往上彈升會造成一個結果 也就是說當通膨把所有的債券殖利率 取向往上跑的同時 會有很多人去因為未來的通貨膨脹往上跑 把債券賣掉 為什麼因為債券是固定收益 現在目前平均大概二點五到三 那如果說我現在因為未來預期通貨膨脹 可能會高達百分之四以上 我就先把債券賣掉 因為我做債券投資會賠錢 債券賣掉債券價格下跌 會造成殖利率債券殖利率往上跑 所以會造成利率往上跑速度會變更快 企業看到利率的水準往上跑 他會想說那我現在不借錢 什麼時候要借 增相恐後去借錢 更加深利率反彈的一個力道 那所以在力道反彈的同時 利率上漲 第一個債券價格就會先下跌 第二件事情 當利率往上攻高的時候 人們對黃金的需求就會持續往下降 因為黃金不知息 當你看到現在所有的利率一直在往上跑 你會發現 好像我去投資一個固定收益的商品 會比投資黃金來得更好 因為黃金沒有利息 好那會造成黃金價格往下掉 第二件事情 當利率往上跑的 第三件事情 當利率往上跑的時候 會造成 股票市場的本益比回檔修正 而這個本益比回檔修正 就會影響到美國股市的價格去回檔修正 所以當未來在美國股市 在今年結束之前 只要一旦看到通貨膨脹上升的速度 是非常非常的快 就代表三件事情會發生 第一個債券市場會修正 第二個黃金市場可能也會修正 第三個股票市場更是會修正 那現在我們還是跟大家講 我們就目前看起來畫了這個預期 美國股市一旦修正 也不會是全面性的崩盤 他可能會先修正 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的幅度 其實幅度不大 不會影響到美國的長期多頭的 技術性的結構 但是在這一波回檔修正的同時 就要看一下FED有沒有要出手相救 如果不出手相救 那可能跌勢會擴大 會擴延到明年的一個發展 所以其實通貨膨脹的升溫是可以預期 當然對於其他的金融資產價格的 回檔修正也是可以預期 請大家在未來的操作的時候 一定要特別留意一下通貨膨脹 對股票市場帶來的影響 好的確就是在美股的焦點當中 不過回到我們台股當中來關注到了 因為現階段美國對華為的新進的制裁 在九月中看起來期限越來越到了 華為似乎也緊張了 華為現在持續要加價要備料 目前來看到台灣相關供應 你也會有注意的在今天點名的事 相關是驅動IC設計 在這一塊當中 甚至連動到接下來的5G市場 我今天怎麼看 好 其實這個華為的部分算是他加價 但是九月十五號就要到期 也就是說就算你在拉 也拉不過兩個禮拜而已 所以其實對於公司的業績來說 不太會有太大的影響 我們先來看一下華為的部分 他當然是一定要搶 在九月十五號就收不到任何的晶片 所以其實在華為的部分就會比較緊張 可是對台廠供應來說 我們上次有講過 他所有的今年對廠商的產能跟訂單 全部都安排好了 你要額外再搶 機會不大 機會不大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影響幾檔 驅動IC的部分 驅動IC的影響不是在於華為要搶料 是在於說中國大陸的天災 造成他們出貨有一些中斷的一個狀況 當出貨中斷 驅動IC沒辦法順利的交貨的時候 時間一延長 一塞車整個就卡住 所以為什麼說現在驅動IC會缺料 缺料是因為中國大陸的天災 造成運輸 然後在發貨的過程 時間會往後遞延 所以會有這樣的情況 好 那我們看一下3034的聯勇 這是面板驅動IC最大 那你看一下華為的影響還在 這個就是華為缺口還在 跌破季線站不上 那現在全部都是空放量 然後雖然外資在最近這兩個禮拜以來 是陸陸續續有在買 可是似乎好像都買不動 有沒有 季線站不上去 這個聯勇 另外我們看8016的細創 這個是中小型驅動IC 也是一樣 也是跌破 甚至它的線型是屬於空方排列 另外我們看一下3545的敦泰 這個是過去以中國大陸為市場的一些 相關的IC設計公司 你看到跌破季線之後也是站不上 量縮價跌 另外再加上外資占賣房 所以基本上 雖然看起來好像驅動IC要漲價 可是呢 市場上好像對於這個漲價的力道 不是怎麼買單 我反而是比較擔心什麼 你的華為問題沒有解決 這根長黑K棒 除非他能夠克服這根長黑K棒的高點 代表市場認為他對華為的供貨是已經排除問題 否則如果是一直都站不回去到這個地方 基本上這間公司就是長期比較偏弱勢的發展 聯勇也是一樣 聯勇他是我們台灣最大的一個驅動IC的廠商 那如果說他對於聯勇 我們回到3034 如果說聯勇對於這個空方缺口都沒有進行封閉 回不上去 那基本上那這一波的走勢就走完了 那也就是說過去林長的地位消失 林長地位消失可能也會稍微影響到一些台北股市的IC設計的一些信心 所以大家要特別留意一下 雖然九月十五號華為要積極的搶單 但不見得搶得到 而且時間也很短 台廠不見得真的會受賄 好的確我們來關心一下在今天最後的關門重點怎麼來掌握 好我們來看一下其實外資的買盤仍然是在一個比較重要的一個關鍵 然後那現在呢相對比較偏保守 那後續台北股市要能夠再挑戰歷史高點 還是要看一下外資的態度跟新台幣有沒有辦法在美元貶值的過程當中持續升值 帶來資金潮的刺激 我可以看一下 pros省 t 谢谢大家